各位在此修行的逆鬼冤鬼们 那几个人的资料连同金子银子 金元宝烧给你们 共桌上摆满网友照片跟资料 前来上乡的乡客 竟是说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毒咒 你让他们照我们的协定 一辈子痛苦 子女都活不过成年 背后不苦无依仇苦而死 网络社团卖猫纠纷 卖家境下咒做法 平民媒体周刊王 更爆出幕后藏劲人 还有他 保满嗓音悠扬温暖 这名蔡姓申乐家 还担任高中音乐老师 及大学社团的指导老师 招控跟室友一起 在网络社团贩售并猫 来源不明的猫咪 却二人先够状 提告上百名网友 提告还做法 申乐家跟室友 被爆出的恐怖行径 不止如此 还曾在花圃埋幼猫尸体 身上带着湿臭异味 争议还有更多 然后就是从三千块到九千九都有 有一些人收到以后就很像菜贵 换的黎安酸是三千多块 他就说你必须要买六罐 你必须要买三罐 挨红假借猫狗恋财 即便想领养 还逼买猫咪保养品黎安酸 甚至贩售 矿城市高级鸡汤 却如同菜贵 提出质疑 就用各种手法 让受害人心生畏惧 实际求证 这名蔡姓申乐家 接稿前便会回应 一同遭指控的室友 收集已经是空号 但蔡姓申乐家 向周刊网简续回应 强调一切都是不实指控 以针对相关人员 提出实数件 刑事告诉 只是申乐家 外表斯文腼腆 隐身网路世界 如同换了个人 室友帮忙做法诅咒 以让受害网友 胆战心惊